2016年 中国艺术研究院 工笔画院 启动了思路壁画临摹工程 从全国招募中经年工笔画家 结合文化学者和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 开始了对丝绸之路沿线壁画的考察和现状临摹 我当时画的188窟它是四身立佛 然后它佛的衣服都是红色的 但它用到的红色却是有区别的 就比较的纠结于它的那个颜色 克戴尔研究院的老师就跟我说 他说其实你不用纠结 他说你就往外看 克戴尔石库对面有一个红色的山 整个山体就是不同层次的红 就是壁画的绘制很多时候都是旧地取材的 因为新疆地区它属于丹霞地貌 它的颜色本来就属于有色土 我们当时就在天山那个库车大峡谷里边 采集了有六到七种不同的红色 它其实还是就是铁矿嘛 我估计当时的工匠就是就地取材 用这个做那个地帐的粗泥层和细泥层的 这样可以很好的还原它的真实感 当你在一个洞窟里边 能够很安静地坐下来去绘制的时候 你就能感受到它是从这个地方 占了一笔颜色 然后呢刚好勾到这个地方 可能笔有点干了 从哪一个位置又开始重新勾 然后你就会感受到 古人其实跟我们可能也是一样的 就是在调颜色 你会看到很多古人在绘制壁画时候的一个过程 就会有一种感觉 跟他在对话的那种感觉 中国人强调血液 不会说我只是为了一个效果去磨 中国人非常反对磨 中国人追求的是自然 那我们在临摹上就要追究它的 原始的这种步骤 成因脱落的原因 列的方式怎么来呈现 然后再怎么去做旧 就降低它的色彩的纯度 对于我们的画家来讲 它得到的是审美的提升 对于颜色的把握 做旧细节的处理 梁博有着丰富的经验 梁博是西安中国画院的特评画家 也是思路担心壁画模式团队的主力成员 当时应该有类似于牧羊人 或者说是手枯的人 在这里有取火 就是取暖的行为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颜色 就是非常的沉 比如说这里面有图的不云的部分 那我们也是最后图的时候 模仿它的那个意 但是也在这个意上 也有一些生发 在整体感受上 是尽可能地靠近于它现在的样子 绘画的介质改变了 处理壁画中流露出的 岁月痕迹与残缺之美 是绘制过程中要解决的难点 壁画 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征 是什么呢 是时间给它的沧桑 它已经不是当初画家画完的状态了 时间所赋予它的是自然的力量 它可能会因为风化 光照 风沙 人的活动 对它的刮蹭 因为它的脱落等等一些问题 一下子画面从过去的单纯的平面 完全崭新的颜色 一下子变得特别的丰富 变成一种特别有魅力的一种语言形式 这个就是叫做现状笔画 将画稿 附写上墙 再进行勾勒线描 是绘制过程中的重中之重 那勾 田和做旧这几个步骤当中 最难的是哪一步 最考验的还是勾线吧 因为柯泽尔的勾线它比较奇怪 就是它不像敦煌的线那么成熟 它反而是要勾得有些是不那么肯定 又比较的不那么流畅 就是天然的 然后不胶式的 不那么炫弄你勾线技术的 那样一个朴实感和一个天成 天然的那个东西 你必须认真的去读它 体会它 然后放弃你原来勾的娴熟感 然后才能去勾好它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去的所有的石窟 它都是一和二间的 你看秋辞就克兹尔石窟 前面是维干河 库木土拉石窟 前面是穆扎提河 森木赛姆前面也有一条河 甚至森木赛姆的名字 就叫溪水漏漏的意思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的土鱼沟 这前面也是一条河 它就是以前的僧众们 或者说是这些信徒们 他们只要有水源就行了 他们就可以满足最基本的一个生理需求 能喝水 能种点农作物 吃点东西填饱肚子 剩下时间就是观想 修行自己 他们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纯粹的 没有过多的别的欲望 古秋辞位于新疆巴尔楚克以东 南底塔里木河 作为佛教由中亚东传中土的必经之路 秋辞石窟已经是中国重要的佛教文化一存 他与丝绸之路沿途的壁画 共同见证了宗教思想 是如何一点点渗入中华文化的血脉当中 丝绸之路沿途的壁画 绝大多数都是佛教题材 在当年每一座寺院落成之后 都要开凿石窟 与此同时 映照而来的画工们也投入紧张的创作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宗教创建之初 都曾借助绘画这种直观形象的方式 传播自己的理念和教义 然而在中世纪 这种传播在当时世界上的很多地区 带来的却是流血和冲突 欧亚大陆上 先后崛起的帝国 往往以圣战的名义 发动对所谓异教徒的讨伐 唯一例外的就是位于东亚的大唐帝国 诸房在西域地区的唐朝军队 其使命就是维护丝绸古路的安定与和平 也正因如此 西域的各个民族 发自内心地像万里之外的中国皇帝 送上了一个最尊崇的称号 天克寒 随着思路艺术的东进 源源不断地为东方文明 输送了新鲜的文化血液 带有鲜明域外文化因素 又融入东方语言表达的壁画样式 就此创生 并开始了千年的流变 我的意见可以零一块穹顶 连着天顶的图案加上两边的帷幔 我们甚至就是说希望零的时候 就按照这个形状去零 以后做展览的时候 有一个旋垂的效果 你想这个形式是特别 有美感的 明白吗 这个从绘画记忆上面是顶峰了 用料是特别讲究这么多年了 你看这个金在这这么厚不掉 它这个考古报告都没有 就是说我们规划一下 这个枯做出来还是很震撼的 你说对吧 它猪三它不会演化成这个味道 我也曾经跟那个文物界的朋友 就是去年 对吧 我曾经跟他讨论过 因为他的观点就是说 你们这个临摹的意义在哪里 他跟我讨论的是这个问题 当然这也是我一直在想问我们自己的 我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因为谁都可以临摹 对吧 那么我就跟他讲 我们不是文物见证的临摹 那么它的意义在哪儿 我觉得就是艺术的活态的继承 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是想建立一个 四处之路的壁画的一个图像库 四处之路壁画它不光是艺术价值 它更多是人类本身的一个价值 昔日繁荣的丝绸古路 一度被岁月的黄沙所掩埋 有幸的是 今天的人们通过这些精心临摹的作品 重新看到了那个辉煌的时代 思路壁画的临摹 以东西方共通的绘画语言 作为表达方式 串起了一条无界的艺术思路 它是美术家眼里的一条绘画艺术长廊 也是一部诉说着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艺术史诗